大家好,这是我之前扦插的一盆鸭掌木 鸭掌木在扦插成活之后 等到它开始长枝叶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经常给它剪一刀 这一刀经常的剪 就可以让鸭掌木长出更多的分枝 撤枝出来 之后才能够养出枝帆叶茂的状态出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剪 剪到什么位置呢 大家看现在这个鸭掌木 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新枝新叶 那么我们在给它修剪的话 基本上要经常给它进行打顶 不能够让它一根独感一直往上涨 要不然你的鸭掌木后期呢 可能就是一根独感 没有分枝撤枝 咋是呢就不忘了 所以鸭掌木一定要及时给它进行打顶 也就是在这个部位给它剪一刀 剪到之后呢 它就会从底部的叶叶处呢 长出分枝撤枝出来 植株呢自然就仰望了 但是剪掉之后呢要注意给它适当的用肥 因为它要长撤枝分枝是需要这个足够的营养来支持的 但是这个营养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蛋元素为主 但是其他的营养元素又不能够缺失 我一般常用呢就是这个畜生长型的有机营养液 这个营养液啊 这个营养液啊 蛋铃甲比例是30比10比20 而且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和有机质 比较适合植株在生长期的时候使用 然后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搅拌均匀大概10天给它灌一次根 那么在营养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这个鸭掌木呢长出来的侧枝呢才会比较多 而且呢还会养得比较壮 要不然营养不足的话呢 后期长出来侧枝也是比较弱 可能就会长成这个弱枝了 那么弱枝呢不仅养不壮 还会消耗植株大量的养分 在补肥之后呢一定要注意 要给这个鸭掌木呢适当的散色光照 后期等到这个鸭掌木呢 它又再往上涨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个适当的打顶 这样经常打顶的话呢 蜘蛛长出来分支撤支啊才会多了 就像我这一盆之前呢 就是给它不定期的进行打顶 然后呢现在呢长出了一个非常旺盛的状态出来 所以呢压长木啊要想养的旺 这一刀呢是必不可少的 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